全副武装模拟抢摊登陆共军第六天 在台湾周边进行实战化延续 更在闽南某海域组织海上突击演练 东部战区透露共军两栖合成部队 由装甲侦察活力等数十种兵种力量融合而成 是共军渡海登陆作战的一把尖刀 摆明冲着台湾而来 还有常态化的趋势 这兵种专业的协同要求比较高 这兵种专业不仅要掌握自身的运用 还要熟悉友林的相关战力优缺点 东部战区九号晚间释出最新影片 公布演讯画面 轻中共军在海上出动驱护舰 而在空中出动预警机 尖辑机 加油机 干扰机等多批多型战机 需要锤炼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联合风控能力 根据国防部统计 截至九号下午五点为止 有45架共机跟10艘的共舰在台海周边活动 其中有16架共机逾越海峡中线 空军广播驱离新竹空军基地 也被捕捉到幻象战机巡逻返航的画面 尽管共军无所不用其极 国军仍旧展现第一线 时刻坚守家园的决心 TVBS新闻楼上的佳琪台北三分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